只要计划顺利 很快 整个华国都是青帮的 也都是文英男的了 听说今天的团体赛 青龙帮只打算派一个人出战 这不是挑衅对面吗 也不能这么说 也许是青龙帮真的很有信心的 不过谁有这实力嚣张 想必是月星河吧 今天是团体赛事第一场 由青龙帮对五行派 请双方选手登场 这人好眼熟啊 是不是之前连上的那个 又是这小子 我记得他 他似乎永远失劣 再有失劣又怎么样 还是拖大了 一个人队上这么多高手 估计等一下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月大哥真是的 怎么真就只让夜天一个事 这五行派不简单的 出手这么快 不对劲 这些人的灵气呆滞 行动间有几分目冷 不像正常的人 反而像被人牵制着行动 主人快放我下去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慢着 这些不是普通的羞针之人 一般的伤害 对他们没用 那是什么 这是强行把万象之力 塞到了人体内 以此来操控他们 不好 被包围了 局势看起来对夜天不妙啊 夜天 小心啊 夜天 你千万不要出事啊 我相信你不会被这些人打刀的 给我退开 灵力运已经不受影响 但是这五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灵质 他们本身的灵魂 已经完全被吞噬了 这种东西 连人都撑不上了 只能算是一具傀儡 是谁想出这么阴损的术法的 哼 一定与青帮 万好因脱不了干系 先将他们聚在一起 自古邪不胜正 这种奇音技巧 不过是修为不足的把戏而已 凭着还困不住我 主人 好帅啊 这又是什么新招式 我已经感受到威力了 华山论剑 去 主人 这招看似威力很强 但他们好像没事啊 你这么慢慢削他们 什么时候才打得死啊 打死他们 那怎么行 这些人没必要打死 也打不死 哎呀 磨磨蹭蹭的给击死我了 怎么不直接把他们都灭了 果非主人 还有什么计划 这五个人身体经过改造 几乎等于不死之身 估计是刻意安排来对付我的 不死之身 那怎么都打不死咯 我们岂不是拿他们没办法了 那倒未必 自己看 哎 他们怎么突然倒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们是不死之身吗 身体虽然杀不死 但是他们的灵力是有限的 我只要 我明白了 你是说耗死他们 没错 傀儡不动了 才能顺着线 找到操偶人呢 就是现在 出来 把控制这些人的东西逼出来了 接下来 轮到你了 你已经彻底暴露了 出来吧 别躲着了 他在说什么 五行派的人都被控制了 一敌五都赢了 这人真厉害啊 能让汪少看中的人 果真不错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汪少愿意出武艺宣赏令了 没想到华国 还藏着这般厉害的角色 总算有人陪我玩了 来吧 你可别被我轻易玩死了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 怎么可能 我还有这么多傀儡呢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我的帮手 快跑啊 这凡尘有诡异 我动不了了 快屏住呼吸 千万别吸进去 这个人又是谁 他居然敢对所有人动手 不怕引发重怒吗 五行派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人 走就一起走 死就一起死 对 要死一起死 绝不苟活 好 好 好